花林县玉璃镇公所和玉璃镇教育会共同办理的113年度 爱心模范教育人员表扬大会即教师节联欢晚会活动 25号晚上是在国立玉璃高中礼堂盛大的登场 除了表扬玉璃镇学区、高中、国中以及国小爱心模范老师之外 也为了庆祝教师节来慰绕孜孜不倦的教师们 玉璃镇教育会办理玉璃镇113年度的爱心模范教育人员表扬大会 继教师节联欢晚会 慰绕辛苦的教育工作伙伴一整年的辛劳 玉璃镇所有的教育伙伴都很像这些得奖的老师们一样 都是投资在学工科系里 所以像这些得奖的老师就是我们广大教育人员的一个缩影 每一位教育伙伴都是同样的辛劳以及付出 也谢谢这位这些得奖的 晚会包含了表扬玉璃镇爱心模范教师 颁发会员子女优秀奖学金 以及精彩的表演和压轴的莫彩活动 我觉得跟孩子平常互动一定会让你再继续做下去 但是今天在表扬师的朋友有一点点没看到 所以就是这样辛苦是值得的 今年玉璃镇教育会一共有20位老师 获班爱心模范教育人员 七位会员子女获得花年县教育会奖学金 获奖会员也是广大教育人员的缩影 代表着师长们平日陪伴与关怀学子的责任跟付出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玉璃镇采访报道